第17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往年相比有一个新变化 就是首次在台湾馆内设立了台青主题区 这个主题区有什么看点 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谈一谈 夏天在外旅游 曲纹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些熏香对于曲纹大有弊异 这次旅博会台青企业富山香糖就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香品 他们将熏香做成火柴形状 滑一下就可以插在包装上直接使用 十分便于鞋带使用 除此之外富山香糖还巧用正成功这一主题 发展出了正在点香系列产品 我们现在是把正成功这个主题 发展出各种各样的香品 就是说以正成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在打蚊子 喝茶 休息 各种各样的图案 读书 然后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一个香 我们的想法是跟我们闽南这边的正成功一起做一个交流 豆区的设计让民众在会心一笑的同时 也能了解各种香的使用场合 本届博会首设的台青主题区 吸引了近十家台青企业布展 品类涉及精致农业 文创精品等 这次吕博会首次设立台湾青年企业展示馆 通过种类丰富的文创产品 我们能够感受到台湾青年的创造力 同时也感慨祖国大陆为他们提供的广阔机遇 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 在这里生根发芽 说到生根发芽 台青吴冬树就带着台湾的精致农业 种植技术来大陆扎根 2020年他只身来到龙岩创业 将近一年的时间 他的果园已经出具规模 他说这次来到吕博会 就是想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产品 我们现在在大陆这边 是以西红柿为主 它主要来说跟其他小西红柿有落差一点 就是它的甜糖度比较高 它平均甜度在10度以上 皮比较薄 它的皮不粘上二 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致一点 今天自己过来让大家了解我们 也了解台湾的精致农业